无论入口的压力有多不稳定 这个燃气条压器都能让气压稳定的输出到你的燃气罩上 那它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核心就是里面的这个简单的隔膜 也可以叫压力传感器 稍后我们重点说 连接它的是一个杠杆 注意了 在它的左边有个橡胶阀 很重要哈 它是控制压力大小的组件 视频左边是个进气口 右边那个是个出气口 完整的样子是这样的哈 上面是个弹簧 它是用来推动隔膜上下一动的 这个密封盖下面是个调节器 主要是用来调节出气口的压力大小 我们扭动调节器 实际就是压缩或者释放弹簧 弹簧上加在一个安全法 好了 来具体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当气体从进口进入调节室时 这些气体的气压会把隔膜向上推 此时通过杠杆 会让橡胶阀更加靠近进气口 从而减少输入进来的气体 而出气口 因为你在烧菜使用气体 气压慢慢降低 弹簧会推动隔膜向下 而这时橡胶阀又与进气口开始脱离 把气体再放进来 如此这般 调节室不断调整弹簧施加的力 以抵消气体压力 确保维持所需的出口压力稳定 当隔膜下方的压力超过安全极限时 隔膜会向上运动 打开泄压阀 把气压排到外面去 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